進口敞篷車隊一路好好蕩蕩 有的車頂上頂著皇冠高腳帽 有的則是綁蝴蝶結 所以有駕駛乘客竟然全部都穿 小小兵玩偶裝 好萌啊 最後一名穿西裝男子走下車 脖子掛金項鍊 原來他是新郎要來迎娶美嬌娘 新郎官戴著同樣穿小小兵玩偶服的 小小花童大跳斗肩舞 後面親友團跟著一起舞動 萌度破表 最後闖關成功 終於牽到新娘子的手 很感動 因為我還滿喜歡小小兵的 朋友吳先生有認識 然後就請他幫忙我策劃這個活動 小小兵超猛迎娶車隊 事前準備超高剛 光是穿衣服就要兩個多小時 而且全程不能喝水 因為突然要上廁所就糟糕了 在座有人剛剛有去上廁所的嗎 沒有 都沒有 對 大概全高雄的小小兵都被我們租來 都在這邊 親友團真的超購 意思天還沒亮就開始著裝 同樣是特殊迎娶鏡頭來到嘉義 80隊新人從C13棟里基 攜手抵達水上空軍基地 小花童駕駛F16娃娃機當前導車 適逢814勝利80週年 舉辦集體婚禮 空軍司令沈一鳴親自證婚 空軍救護隊擔任文書員 之後因而認識 在這裡擔任飛行官的老公 就是比較欣賞老婆真誠 沒有心機這一方面 80隊新人中8隊已經懷孕 為的就是要參加集體婚禮 頂著大肚子也沒關係 在眾人祝福聲中 新浪拿著花束求婚 並戴上婚戒 親人臉上洋溢 幸福笑容 記者洪夫人侯國文 高雄嘉義報導